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天號八號 我今天要講的必須是阿旺的故事 從前有一隻小狗 牠的名字叫阿旺 牠小時候出了一場車禍 所以你臉上都會看到又深又黑的發痕 牠小羊很聰明 讓大家互相看牠一起玩 有一天 阿旺走到外面去透透氣 牠就看到草原上有一群小羊在開心的玩遊戲 牠就很誠懇的問小羊 你們玩的遊戲看起來好好玩喔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玩嗎 可是小羊每一看到阿旺都可以有三個說 你是哪裡來的怪物 長得奇怪又恐怖 我們才不跟你一起玩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醜八怪 你是醜八怪 我們是美麗的小羊 才不跟你一起玩呢 小羊們 你一眼 有一句 說得阿旺好傷心又好難過 然後 鼓鼓自躲到外面去看著小羊 開心的玩遊戲 突然 出來一陣呼呼呼呼的羊叫聲 也要迅速的跳舞 小羊們各個的想著驚慌失措 想要逃跑 但卻來不及了 在當野狼要吃掉其中一隻小羊群 阿旺奔不顧善的跳出來 晃晃晃的大叫 嚇了野狼的大跳 接著 阿旺站在羊群前面 狠狠的瞪著野狼 阿旺那凶猛的目光 把野狼向的夾著尾巴逃跑 小羊們看到野狼跑了 終於鬆了一口氣 急忙對阿旺說 謝謝你救了我們 剛才我們不應該笑你的 真是對不起 阿旺說 幫助弱小 就是我應該做的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玩 跟你們做朋友嗎 當然可以 你是我們永遠的好朋友 阿旺他終於交到好朋友了 他心中好高興 好高興 阿旺是一隻心力善良 又有正義感的小狗 雖然一開始小羊不想和他一起玩 但當野狼來吃掉小羊時 阿旺還是奮不顧善來救小羊 所以我們應該學習阿旺這種不忌恨 建議勇為的精神 還有我們交朋友的時候 千萬不能只看別人的外表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的故事獎和我們熊 好笑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